洛杉矶国际机场出发,80%以上,第一站就是这里,丁胖子广场 这个广场很小,确实很多新移民美国梦的开始 围绕着丁胖子广场,这里有很多家庭旅馆,华人超市,中餐馆,银行和医院 最主要的是这里有很多职业介绍所 在这里如果你一句英语也不懂,也可以黯然生活一辈子 据说这个广场的由来是因一家中餐馆老板姓丁 餐馆名字叫丁胖子小馆,是最早的汉字招牌之一 所以一直被华人沿用下来,甚至到现在都没有人知道它的英文名称 这个广场位于蒙特利公园市,离洛杉矶国际机场开车半个小时左右 它是很多华人外出打工,出发的起点和回来的终点 不管是美国哪一个州的中餐馆老板,也不管距离洛杉矶有多远 只要说把我送到丁胖子广场,或者是来丁胖子广场接我 司机绝对不会出错,各想而知,它知名度有多高 说起家庭旅馆,就是把房间和客厅里打满一张挨着一张的单人床 大多数家庭旅馆都提供免费的米面油和有偿的接机服务 收费比外面便宜很多,如果你是新来的 这里所谓的老人会给你讲如何找工作,开手机 如何开银行账户,找律师办身份,考驾照等等 在这里三五老乡聚在一起,谈谈工作 讲讲这里的气温意识,讨论一下谁在这里发财了 如何赚取更多的钱,想想这些你要不要来查试一下呢